大家好 你们不是在看一个烹饪节目 我也没有私家菜要跟大家分享 不过我们今天说的是食品安全 这项工作在食品到你的厨房之前早就开始了 欢迎大家来参加世界食品安全日的活动 我们今年的口号是保障食品安全构筑健康未来 如果大家在Zoom上参加的话 我们有六种语言的口译 你们可以通过Zoom的聊天功能 或者用社交媒体平台跟我们联系 也可以用电邮 也可以现在屏幕上所显示的话题来跟我们联系 一会儿我们会跟两位专家连线 他们是两种组织和世卫组织的首席科学家 还有联合国的机构 以及食品法典委员会也会参加 首先我们有两位联合国组织的总干事 跟大家致辞 首先是粮农组织的总干事 屈东宇博士 今天我们一方面在庆祝第三个世界食品安全日 我们一次同时也在面对一个全球的粮食安全和饥饿的挑战 当食品从农场到餐桌要经过复杂的流程的时候 食品的安全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我们要合作来实现粮食体系的转型 提高产量 增加营养 改善环境和创造更何美好的生活 要实现高效包容 具有韧性和可持续的粮食系统 食品安全 不可或缺 这样的才能让全世界各地的人 每一个人都能吃上健康的食品 食品安全 让我们能够获得安全的生活和健康的未来 粮农组织在紧密的和成员国和各方面的合作伙伴合作 来寻求创新全面可行的食物链解决方案 来保证食品安全落到实处 至此世界食品安全日之际 让我们共同努力来采取全球的行动 食品安全 人人有责 世界食品安全日 是联合国各组织之间的 京城合作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谭德塞不是 也就是世卫组织的总观使现在致辞 各位贵宾 亲爱的同事们 朋友们 每年有超过六亿人 因为受污染的食品 而患病 超过42万人因此丧生 其中最弱势的群体 最脆弱的群体是孩子 不应该有人因为吃东西而丧命 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 可以预防的死亡 可以避免的死亡 我们今天的世界食品卫生日 世卫组组织和粮农组织来号召大家保障食品安全 构筑健康未来 如今我们在面临着种种困难的时候 我们更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去保证能够供应安全健康和有营养的食品 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在支持各国的政府做好食品安全保障的工作 同时保证食品的健康 与此同时农业从业者和食品生产者需要采用良好的操作的习惯来保证食品是安全的 食品的安全能够提升了 我们能够减少饥饿 我们能够减少营养不良和婴儿的死亡 降低婴儿的死亡率 这样孩子不用辍学 成年人能够提高生产能力 而对医疗系统的压力也能够缓解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责任来保证食品的安全健康和富有营养 政府生产者运输机构 商店餐厅和食品的制作者都要扮演他们的角色 食品安全仍有则 我们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这件事情更加的重要 谢谢大家 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 会来了解一下食品安全背后的科学的工作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大家可以用屏幕上显示的内容来信息来跟我们联系 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答不完的我们随后会有专家们在网站上来进行回答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食品安全日的专门的网站上回忧 现在呢我们请沙拉卡歇尔来接过去 她是十点委秘书处的食品标准 好几个官员 首先祝贺大家 世界食品安全日快乐 食品安全并非理所 当然我们必须靠各方面的工作才能够达到 今天我们要把重点放在食品安全背后的科学方面 在评估实践标准 还有策略政策 正是他们让我们能够保持食品供应链当中的安全 现在我介绍两位尊贵的嘉宾 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科学家 谢谢两位今天参加我们的活动 给我们分享一下 您是怎么成为一名科学家的 谢谢Sara 谢谢David的介绍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活动 首先我觉得我们都是科学家 我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让我们去追寻科学 通过教育 我们能够把这种好奇声和观察的能力 放在孩子身上 所以我们非常想去改变教育体系 我们需要保持孩子的好奇心 需要去观察 需要去问这是为什么 那是为什么 所以从我童年以来 我生活在一个小镇当中 那时候我在村子里面和祖父母待在一起 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去摸骆驼 去农场里边 所以我觉得我对于科学的兴趣早就开始了 我爸爸是一名教师 是一名孙英小学教师 后来成了小学校长 对他来说教育 了解这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读各方面的知识 喜欢读百科全书 包括各个学科的知识 包括职务 动植物到法律 各个领域我都读 所以我生活的这个家庭 正是不断地去问你问题 问你学到了什么 有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 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姐姐也是非常好奇的一名学生 那他也是经常鼓励我去学习 他是一名好学生 他读很多的书 在我家庭当中 每次我们在饭桌上都讨论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 各种各样的知识 那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也是去摩洛哥上了一段时间学 学了很多中学里面的有趣的知识 包括生物 首先我是学了物理 我觉得物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然后再学了化学 再学了生物 是这个顺序 十二 十三 十四 都学不同的东西 我在学生物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现在我终于可以看到 其他的学科是如何融入生物的 基因 我是在高中最后几年学到了基因学 好 非常棒 所以你真的是要专注于我们的孩子 才能够开发他们科学的潜力 那您呢 苏米亚您怎么看 谢谢您的邀请 真是非常棒 世卫和粮农的手续科学家都来了 和埃什曼汉差不多 我是来自印度 我是来自于一家研究机构 我爸爸也是做农业科学研究的 从很小的时候 我就习惯于在家里面 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研究生 博士生 他们过来和我爸爸 讨论他们的论文 各种科学问题 在学校里面学习之外 我也是和我爸爸一起去研究生的实验室里面去看 那是一个动物科学的实验室 我非常喜欢动物 当然我不喜欢看到动物 被拿来做实验 但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动物 去田野里面看到他们 有一些 也是学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的种类 就像埃什曼汉说的一样 我们要看到实实在在 这些农民是怎么种植作物的 要看到各种大麦 小麦 还有稻米的各种各样的品种 当我大了一些之后 我也是非常喜欢做研究 我每个暑假的时候都是和科学家待在一起 特别是医学家 我觉得基因让我特别的感兴趣 我自己也想成为一名基因学家 后来我也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 我想把终生的时间都花在研究上 研究人类的疾病 我也是研究结合艾滋病 终生搞这些研究 当然就不只是儿科了 我也做成人传染病的研究 这当然也是将我的研究兴趣 拓展到了公共健康健康策略的学科 我觉得你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儿童时的兴趣 让你们成为了科学家 那我想先问一下 今年的世界食品安全日的主题是 保障食品安全构筑健康未来 所以您觉得科学对于保障健康未来 有什么意义呢 好 Sara是该我说吗 是问Somnia的 Somnia请讲 您听到刚才的问题了吗 听到了 我觉得科学对于食品安全至关重要 我们现在看到疫情正在蔓延 科学可以给我们解决办法 可以让我们去理解疾病背后的流行病学 还有新的技术平台 我们可以去开发最新的疫苗 所以正是科学给了我们解决办法 食品安全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去理解 现在这些危害的水平 包括食品链当中的危害 我们要保证食品安全 就要理解到底哪一环是造成最大影响的一环 所以这就靠我们的研究 研究这些危害 包括食物链当中 这样才能够找出目标和干预措施 比如说微生物学 就可以去帮助我们找到食物链当中的风险 而且消费者的风险 也是要看他们在这个消费当中 是否接触到了这些风险点 而且我们也要找出化学方面的危害 所以各个机关都在去利用有关食物链的信息 还有包括证据研究才能够做出决策 才能够分配资源 去加强全国的食品安全体系 所以对于世卫来说 我们的重中之重 就是要帮助各个成员国找到风险管理的办法 去年各成员国还有找出了一些新的食品安全的解决方法 我们现在就要利用全球食品安全的策略 解决现在最紧迫的问题 提高解决办法的有效性 世卫和粮农向试点委提供的科学建议 对于保证全球的食品安全标准非常重要 这是基于实实在在的科学 我们要保证试点委能够保持这种合作 包括世卫和粮农之间的合作 当然还有和专家组的合作 我们可以研究杀虫剂 包括食物病原体添加剂 这样才能够把它变成国际标准 以及实实在在的指南 我们知道今年的主题是 这个构筑健康未来保证食品安全 我们要改善食品安全 改善食品的质量 这样可以减少饮养不良 减少饥饿 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的目标 这对于孩子和成人的健康都会构成风险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孩子 因为如果他们的生长迟缓发育不良的话 肯定会影响人力资本 在他们成为成人之后 那这会造成国家的严重负担 经济的负担 所以我们一定需要把重点放在食品安全上面 然后还有我们一定要有多样化的饮食 这也是保护人们的食品安全的重点之一 今天如此 未来更是如此 谢谢Sumi 非常高兴看到世卫对于食品安全的承诺 Yishma Khan 那良农呢 良农是怎么保证我们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呢 特别是在可持续目标底下 那怎么保证科学永远都止于食品安全的工作的中心呢 谢谢Sara 也谢谢 我们刚刚完成了最近一届农业委员会的会议 我们制定了最新的食品安全策略 这正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策略可以让我们看到食品安全的最新的发展 而且也可以看到它的证据 同时呢 这些因素和挑战都会影响到食品供应 粮食安全和食物体系 我们会支持成员国 特别是低收入国家 帮助他们建立食品安全的能力 鼓励他们建立跨行业的方式 包括各个地区国家和当地层面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因为食品安全是人人有责 因为就像总干事说的一样 食品安全人人有责 我觉得科学是我们粮农食品安全的基础 我们和世卫组织合作 建立了联合科学顾问项目 向食点委提供科学建议 第一项目广复盛名 因为它具有相当高的包容性 它的科学成就也相当高 而且它是不偏不倚的 它可以吸引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 我们的科学顾问项目的一部分 其实已经在1956年就存在了 当时我们有一个 是为粮农的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 也就是JECFA 这是我们两个联合国机构之间 最悠久的合作关系 我们的项目是要提供一种科学的评估 提供指导 保证每一个国家都有它所需的信息 可以使用科学去优化食品安全的管理 现在我们的项目正在发布微生物风险评估的指南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资料 对于各个国家 对于学术界和社会都非常重要 我们要用以科学文诽本的评估方法 这非常重要 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 微生物和化学品所带来的危害 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人口的健康 经济健康发展 就像刚才总干事说的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 一定要实现2030年的可持发目标 我们必须要实现粮食体系的转型 我们必须要达到更加有效 更加包容 更加有韧性 更加可持续的粮食体系 这样我们最后才能够消除饥饿 达到食品安全 给每个人带来健康的饮食 我想提醒大家 现在有30亿人还不能够承担起 这种健康的饮食 所以我们粮能的目标 就是要展现食品安全 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它靠着是四个支柱 生产 营养 更美好的生活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靠食品安全 真的是达到这四个支柱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好 谢谢Ishman 我听起来在全球的层面上 我们已经有强有力的工作流程 可以保证科学的发展 萨养 回到你这边 我们怎么保证 现在这些政策 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呢 包括食品的安全 如何保证他们 从科学当中吸收信息呢 我们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都需要去 首先理解它是什么 它在哪里发生的 它到底有多大的程度 我们要理解 这个问题所带来的负担 这个负担非常大 它可能会受到 食源性疾病的影响 但是并不是每个国家 都有良好的数据体系 去捕捉这些信息 所以我们的重点之一 就是要加强信息系统 数据信息系统 非常重要 这样各国才能够捕捉信息 他们人口的信息 包括人类 以及我们不能够忘记 动物和环境 也是密不可分的 然后我们就要理解 这些风险的程度 到底在哪里 可能有食物污染 是因为微生物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也知道 就像我们使用的基因测序技术一样 我们现在也是去追踪这些病毒的变异 要看看它的变种是怎么产生的 同样的 我们也要用基因测序技术 那这是技术发展带来的 我们应该更广泛的使用它 特别是在食品安全领域 我们知道通过测序 这些污染物 我们把它们上传到信息分析系统当中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利用世界各地的科学 去追踪 并且去估计 到底哪些病原体正在造成问题 同时也需要追踪这些污染物的来源 所以我们需要利用这些最新科学创新的发明 当然现在精英测序越来越广泛 当然在很多国家 我们学到的一课 特别是疫情告诉我们的一课 就是我们必须要培训更多的医学专家 实验室人员 要研究分子科学的人员 这样我们才能够为未来的健康安全努力 同时也为食品安全努力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 我觉得也是涉及到 比如说营养物 我们可以去追踪 营养物在注入体内之后的发展是怎样的 我们也需要有清晰的目标 去衡量我们的进展 因为我们知道不能被衡量的 也不能被管理 我们需要去衡量这些项目的结果 这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全球指标 我们也有 它的确为可吃饭目标做出了贡献 当各国在做自我评估的时候 我们要找出它的长处和不足 才能够知道如何提高 谢谢 谢谢Samia 我们再回到Isma Khan 你现在正在领导 量农的创新项目 刚才Samia提到了一些创新的项目 那还有其他的哪些创新是可以让我们持续保证食品的安全呢 特别是在现在新的挑战之下 包括气候变化 土壤退化 还有进水等等 Sara 我觉得我们俩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 包括基因组学 包括新的技术 我觉得Samia真的是让我很有感触 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疫情 我们都认识到要保护公共健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它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 没有食物安全 营养的食物就不可能有健康 我同意 Sumia的看法 我们必须要加强创新 我们现在看到了创新在各个层面上产生 我们现在新技术用的越来越多 包括在包装处理 卫生处理当中用的都越来越多 我完全同意 我们主要的技术之一 我们真的是需要使用的技术 就是全基因组测序 当然还有Crips技术 这样也是一种基因编辑技术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最新的发现 全基因组测序 我们现在对它理解的更深入了 它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而且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把技术推向前进 也包括政策 监管 这样才能够提供更好的环境 真正的使用这些技术帮助我们 才能够帮助我们的食品和粮食体系实现安全 还有另外一项技术 我也想提一提除了全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编辑之外 还有数字技术 我们一直是受疫情的推动 在很多方面实现了数字化 我觉得我们要使用更多的AI区块链 还有其他的智能技术 保证食品是安全的 而且食品是质量高的 不管是在农场上 还是到餐桌上都是如此 不管我们在哪 我们都必须要有能力收集大数据 同时也要能够去分析大数据 把不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这样我们不像是 就像十年之前 我们没有这样的力量 但是现在AI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数学上的发现 也可以帮助我们连接数据 把我们的分析出来的数据联系在一起 最后一项技术 就是纳米技术 我们总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微小的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去改变一些超级小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去结合AI技术基因 再结合纳米技术 这样可以做得更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纳米技术和净水有关 我们梁农做的一个项目 它就展示了净水创新测试的重要性 它使用的就是纳米技术 可以让食品更为安全 我最后呢 我最后呢 也想说一说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而且现在人们对于可持续农业的意识也越来越高 这可以带来新的粮食生产系统 我们要看到微生物的培养 要看到细胞工厂 这样可以提供其他的营养物 药物或者食物 那我觉得还有很多技术正在发展 这些都是最新的技术 我们需要进一步投资 我们需要把它们放到实际的场景下来应用 并且加上一层安全网 正确的政策 还有正确的连接 把它们都连接起来 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各自为整 我们是生活在彼此之间的物种 我们有很多路径 它是和很多上亿个路径联系在一起的 上万亿个路径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的世界 我们必须要利用这些新技术 不管是基因纳米还是数据 我们都要更好地理解它们 更好地理解它们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食品更为安全 好 谢谢伊斯马罕 非常棒 听到你们两位对于新技术 都是充满了期望 而且科学正在帮助我们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如果我们能够有科学的信息作为基础 我们肯定能够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在我开始之前 我想给大家一段短片 让大家看看科学家是如何 让食品供应链当中的食品更为安全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多放在这段视频 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背后的科学 在食物链当中 整个过程都非常重要 我们这边收到了很多观众的问题 伊斯马罕和Samiya 我们来听几个观众的问题吧 首先我们先回答一个 FAL Twitter上面的问题 现在有大量的信息 那我们怎么保证科学能够贯穿到人们的当中 而且保证人们信任科学呢 我觉得这是相当大的一项挑战 在疫情当中 我们有太多的信息 信息的大流行 它是增加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联 但是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假信息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都在面临着这种挑战 当然我们要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 知道自己可以相信什么 不能够相信什么 有些国家他们是对于科学 好像没有那么信任了 但是我觉得疫情告诉我们重要的一刻 积极的一面 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 我也看到人们越来越有意愿 去理解复杂的科学 我经常对同事说 他们说政府在不断地改变想法 对于疫情的想法 因为我们从来都是这样 我们科学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够出结果 然后告诉你怎么做 现在科学正在做研究 大家在问问题 政策决策者在做出决策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像梁农这样的组织 像世卫这样的组织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机构 我们要展现到底真正的科学是什么 到底科学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我经常说数据和科学不会撒谎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这样的信息 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展示 这就是我们的角色 我们是可以相信的人 我们完全是不偏不倚的 我们是基于科学的 两个组织和很多联合国的机构 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 IAEA也是一样 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带出非常清晰的信息 告诉大家科学说了什么 并且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大家听 科学家经常是互相对话 也很享受 因为这可以给你一种 小世界里面的感觉 但是我们需要去把科学简化 我们需要去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信任 我经常给大家说 不要相信东西 除非不要相信社交媒体上 你看到的东西 一定要去探寻真的知识 一定要去相信像我们这样的组织 或者学术介绍的话 好 谢谢 谢谢伊斯玛汉 好 现在回来还有一个问题 来自印度的一位观众的问题 是问苏姆尼亚的 过去这一年 你一直在搞新冠疫情方面的工作 这个问题是新冠 有没有可能通过食品传播 苏姆尼亚你来说吧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当然也是我们研究过的一个问题 这是极其罕见的事情 也就是通过食品传说 当然 你 你可能从这个 从人类的粪便样本里面 从下水道里面 我们会找到这个病毒 因为有些国家进行这方面的环境的检测 我们以前对国际汇治炎的这个病毒 也是这样检查的 所以说 有这样的文献 有这样的记录 那在中国呢 他们发现 可能通过 处理 拿搬运 包装食品 有可能会传播病毒 比方说 一个人接触了食品的包装 然后这个病毒 可以在包装上生存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全世界有数亿起的感染 但是能够归结于食品的案例 是非常少的 极少的 我就想说一下 伊斯马哈刚才说的 因为 社会交流 社会赋能这样的工作 也是科学家要做的事情 也要加强 政府机构 与公众之间的联系 因为 很大程度上 这些都是要 依赖于良好的沟通 才能实现 要互相分享信息 介绍事实 因为有时候 大家会觉得有些困惑 因为在新冠当中 有很多信息 在不断的更新 报纸每天都在登新的消息 那大家呢 也需要更好的理解 科学是怎么一回事 它是会不断演进的 不断更新的 要根据我们新的发现 来更新我们的知识 好的 非常感谢萨米亚 看着全球的大流行 如何触动了过去一年半里面的科研工作 我们的时间不够了 对不起 医生 我就想说一下 有很多不确定的事情 关键就是我们如何来沟通 如何来交集 如何来告诉大家 有很多不确定性 因为一切事情里面都有不确定性 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一点 要向公众解释 我们需要更清楚地去解释 科学的不确定之处 这样我们能够重塑公众的信任 当然我们的科研工作 也一定要独立可靠 所以说 不确定性是大家觉得不安稳的一种原因 然后我们要如实地告诉公众 我们的科学的发现是什么样子的 有很多观众都在提问 我们今天时间不够 让我们都答完 但是节目之后 我们会尽量继续通过网站 我们的官网 我们的社交网络账号来回答 桑米亚和伊斯马汉 感谢两位参与 特别高兴你们能够加入 请每人说两句忠告好不好 在今天这个世界视频安全日 我觉得大家要合作更多 我们看到新冠疫情 让科学界的专业人士合作有多重要 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和临床的人员 携手合作来出成果 所以食品安全也是这样 也是一个多领域 跨领域的一个话题 刚才说到了有这个 纳米技术到日常的操作 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跨领域的合作 好 上面你就两 伊斯马汉就加两句话 好吗 两个词 确实 我们要有食品安全 我们才能有粮食安全 之间是很相关的 我们现在 是在一个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 我们需要在食品安全上进行合作 顺母亚也说得很对 我们需要不同领域的人进行合作 我们今年还有一个黄金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来把食品变得更安全 让我们的食品体系 粮食体系更加有韧性 能够给人提供更多的营养 所以食品安全人人有责 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这件事情 谢谢 谢谢两位 今天两位科学家能一起出席特别好 希望有机会跟大家再聊 那我就说到这里 然后我再请David接过去 谢谢莎拉 谢谢两位首期科学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听一些食品安全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功的故事 让食品从业者建立强有力的 食品安全文化非常重要 这样让大家都能负起责任来 尤其是食品 食品卫生方面 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合作非常有效 在奈罗币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让他们不但能够获得商业回报 而且让他们能够推向国际市场 把食品干燥 是一个人们用了几百年的一个手段 这样让食品的保持期可以更长 可以过了种植期 还可以接着吃 Burton和Bamba是一家 肯尼亚首都奈罗币周边的小企业 他们在用这个技术 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全球的产业链里面去 他们和当地的小规模的种植商一起合作 他们生产脱水的芒果 香蕉 菠萝 树莓 草莓 现在也在开始做蔬菜的脱水 从农场开始 他们就重视最后产品的安全 他们注意农药使用的限制 他们的原材料到工厂之前都会经过清洗消毒 员工随时都洗手才会去触摸产品 而工作的接触的表面也不断的进行消毒 五年来这家产品已经开发出很多产品 不仅消往肯尼亚各地和东非各地 也在澳大利亚 欧洲 美国的超市上架了 在阿根琴有一家企业叫普拉托斯集团 他们是一家跨国集团 为烹焙和巧克力液提供原材料 他们一方面在追踪消费的趋势 一方面把食品安全看作他们的根本的药物 从2018年开始 普拉托斯开始快速发展他们的企业的规模 他们建立了一个延长产品线的一个战略规划 我们的挑战是在变革的过程当中 不能放弃食品安全 一个多学科背景的团队在领导着这项工作 2020年阿根琴确认了第一个新冠的病例之后 这个公司快速的调整他们的方向 他们有着一个强有力的安全的团队 他们用最高的国际标准来支持 他们食品安全方面的工作 来应对现在的情况 我们对市场提供原材料的 我们对市场提供原料的工作 一天都没有停止 这家公司通过他们的三个支柱 关心人 关心产品安全 和关心企业的可持续性 实现了成功 实现了韧性 食品安全永远是优先的实项 像抗生素这样的抗微生物药物 是在人类动物和植物种植当中 关键的药品 但是抗微生物药物的滥用 会对人类动物水产和作物 都带来不良的影响 而且会产生对抗微生物药物 具有耐药性的生物器 这样会对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类 和动物卫生带来威胁 在印度有一家禽肉的处理工厂 在和兽医一起来减少 抗微生物药物的使用 同时控制沙门氏菌的风险 防止食原性的疾病 我们始终相信学界和业界的合作 能让企业更好的发现问题 并且能够利用科研成果 来产生防止食原性疾病的好的措施 出于这样的理念 让维士达加工 食品加工公司和孟买兽医学院 来合作对肌肉生产当中的 沙门氏菌进行研究 这个团队对肌肉组织饲料 饲养厂的水样 加工厂和零售点的抗微生物药物的残留情况 进行了研究 他们通过这一项研究开发出了一套标准 来对抗微生物药物的残留水平进行检测 他们通过这项合作 树立了一种对风险进行主动评估的理念 来预防食物源的风险 谢谢大家 祝大家世界食品安全日愉快 为了保证未来的健康 孩子们需要学习食品安全和营养 下一个故事来自乌克兰 这里有一万多个五到十六岁的少年儿童 接受了食品安全和营养食品的培训 这些课程呢 本来是在学校和幼儿园交的 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呢 2020年3月开始 他们进行往上上课了 但是呢 仍然非常有效和好玩 疫情让我们找到新的沟通的方式 尤其是学校 这是一位教健康饮食的老师 他扮成了一位女巫 然后对他们班级的孩子来教授食品安全和营养 在厨房里孩子们都会先洗手 有60%的孩子说 经过了这个一教一乐的培训项目之后 部分或者完全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家长们也说 这个教育培训项目 改变了家里的生活方式 也有了对食品安全的新的认识 孩子们更爱吃蔬菜了 他们也知道如何来选择储藏和清洗水果 他们也知道如何保证厨房和餐厅的表面的干净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所以要从小培养他们对食品卫生的重视 在非洲西部布吉纳法所 有这样一个地方让孩子 餐厅的工作人员和食品加工厂的员工 能够一起来学习营养和食品科技 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的各方面的知识 营养食品加工和粮食安全中心 是一家与政府专家进行合作的私营协会 从2016年开始 由于非法农药的使用和黄区酶素对玉米的污染 我们看到了食品中毒的抬头 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了 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可持续 他们开始进行公众教育 对生产者加工者贸易从事者和消费者进行培训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用农药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用多少量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要去教育消费者 农民和其他的食品的利益相关方 在这个中心孩子们会学习 如何去选择安全和高质量的原材料 来进行安全的食品生产 我们通过了解食品可能带来的威胁 了解学习食品安全 比方说农药的残留 比方说微生物的危害 比方说抗生素 还有如何来执行高标准的安全的措施 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学好这些知识 大家都希望了解食品加工的秘密 而且想知道本地的产品是如何能够带来好的营养的 世界各个地方水源都在逐渐的枯竭 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合作来对食品生产 提供契合所需风险为本的理念 并且给予指南 这项工作是食品发电委员会在做的 而宏都拉斯在通过一项试点项目引领风气之先 我们已经看到积极的影响了 在遵守指南的情况下 食品业者他们开始科学的来进行对水的取得 使用和再利用 这样的让他们能够长久的受益 也能够让我们的粮食体系受益 宏都拉斯的动植物卫生与粮食安全局 在鼓励大家用清洁的水来进行灌溉 但是并不需要用饮用水来灌溉 因为据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的 食品卫生科研部门说 不需要用饮用水来进行灌溉 水的重复使用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 我们能够帮助食品从业者 能够获得品质过关的水 来进行食品的生产 预计2023年将推出的新的10点标准 将会为对全世界提供这样的指南 让他们能够以风险为本的理念 来对水的使用和再利用 进行合理的规划 我们都知道水是世界上急需的 和紧缺的资源 我们都需要合理使用它 最后我们要看到一个故事是来自欧洲的 是有一个农场主 他同时也是食品安全的科学家 同时也是一位教授 他让我们来参观一下他的农场 用的这个是在奥地利的东南农场上 蔬菜 粮食 一些果树 我们还有多种牲畜 我们采用同一个健康的这个思路 确保我们的食品是安全的 这个包括了我们要保护我们农场的环境 要通过预防的措施 不管是在种植期 收割期 还是生产的过程当中 最后呢 始终每个人都要采用良好的卫生的实践 食品安全人人有责 我们如果蜜蜂能够安全 蜜蜂能够健康 我们的水果也能健康 我们的蜂蜜也能够高质量 我们的自然也能够变得可持续 祝大家食品安全 世界食品安全日 愉快 谢谢大家今天参与 大家以后继续关注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活动 可以从我们的官网可以看到之后的信息 不管今天你在什么地方 希望大家每天都记得 你的安全是人 食品安全是人人有责的事情 谢谢大家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